被台湾称为肥咖条款的美国税法 就在今年7月正式上路 全球有7万7千多家银行 必须要提供由美国国籍 或者是绿卡客户的往来记录 让美国政府追税 那么尽管如此 想要圆梦的华人 其实还是很多的 这些移民甚至不必融入美国的文化 只要锁定华人圈就有生意可以做 我们采访团队就采访到了两位 来自台湾的女性 她们都是在加州完成学业 一个后来打造了台湾美食的私箱餐厅 现在已经开了好几家的连锁店 另外一个她更传奇了 她是一个钢琴师 转战到美国的房地产业 她光是卖豪宅给中国人 在全美10万名地产经纪人当中 她就排名第31位 供放栏 大黑板 期末考正在倒数 台湾课堂教室 整间翻来加州 这间餐厅最大的特色是她的桌子 椅子真正的是台湾 只是台湾的客桌椅坐船过来的 这是我们的美女请参考一下 而她们的服务生穿的制服 也是北英女的制服 小绿绿们忙着招呼 点餐 经典卡其色上面的建筑男帮你上菜 这边 高中多人特本 对 这个应该 这是我妹的 舒测 自使用 你看要多认真 对啊 连课本上的笔记都是原汁原味 重现在教室里肯变当 拼联考的那些年 这边的布置就真的跟我们小学的时候 那个教室一样 所以感觉很亲切 你会怀疑是一个小学的课 对对对 是我们的 她们的我不知道 但是我记得我想的时候是这样子 那你在国外的时候 当你想家的时候 你会想到什么 其实学校生活是我们这一辈子 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成长过程 老板安娜在台湾出生长大 爸爸妈妈是国高中的英文老师 她1997年到加州读大学 毕业后订下小吃店 把它改造成自己的记忆 那在美国你每天下去能吃什么 不是碳包薯条 了不起是泡面而已 所以每一年碰到要放暑假回家的时候 真的很高兴 当我开始想菜单的时候 我就开始想了 通话切第一摊是什么 第二摊是什么 他们哪些东西我可以做 我可以放在店里面 七八十到餐点 几乎包下 也是你的每个摊位 安娜说自己爱吃 这些好料都是在台湾 拜师学回美国卖 排骨饭 鸡肉饭 用铁额便当装 要外带改成木片饭包 台味十足 还号称是全美国第一个卖雪花冰的店 这是我第一次吃的 它真的很好吃 很有趣 它就像鸡肉 你当时听到鸡肉 但其实是挺好吃的 所以我们喜欢 鸡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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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竞争却也更多 复制台湾味不能只在饭碗里头 但是台湾小吃好吃就是在传统 那传统是什么 就是你小时候吃习惯的那个味道 它其实不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东西 但是它只是一个熟悉感跟习惯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卖的不只是食物服务 我觉得我们卖的可能是一种私香的感觉 也是一个乡愁吧 把味觉提升到感觉层次 小吃也变得感性 安娜的店生意好不说 八年内稳定成长开了四间分店 在美国人的土地上 想成功就要懂得不一样 一群西方面孔中就一个台湾人 这是美国最大房屋仲介公司的 例行周会 而它City是放眼望去 业绩最好的 在老美中脱颖而出 这公司是全美国 还有现在已经推展到全世界去 我们住在美国有大概有10万个房产经纪 然后10万个中你排名 我排第31名 就是所谓的超级房仲 City身价上千万美金 在南加州商业区高档地段 有独立办公室 还登上当地房产专业杂志的方面 里面就是做一些介绍 然后我的业绩 然后我的以前是比如说我小时候 是15岁到纽约来 City是标准的小留学生 国中毕业就到美国学音乐 纽约读大学加州拿硕士 在30岁以前都是个钢琴家 自己投资房产做出兴趣 干脆来卖房子 做进行的时候是美国房产最糟糟的一年 那一年 0708年的时候 我07年入行 那一年人彩 别人都就问我说 你就是头壳坏掉了吗 人家都要跳出来 你怎么要跳进去 真的是危机入市 第一年City业绩挂零 建议客户反向思考 跌到了谷底一定会反弹 这是它的主卧房 所以一进来的时候 当然这个就是房间 还有一个好处的地方是 每一个房间都有它自己的一个阳台 或许是钢琴家的气质 让City在豪宅市场中得心应手 隔年业绩就有起色 中文英文都强的语言优势 让它站稳脚步 尤其像今年跟去年 我越来越多 我们亚洲中国同胞的买家 那他们也都是觉得说 美国的经济还有房价太便宜了 所以一过来就说车也便宜 房子也便宜 什么都便宜 就觉得好像在这边来 像我们的奥雷去买东西一样 就觉得好像捡到了一样这样子 搭上中国富豪 海外扫房这一波 City掌握了买家市场 但真正抓住客户的 是她的通理心 很多刚心明明的 不会讲英文就跟我一样 我小的时候 15岁来的时候也不会讲英文 所以我以这样同样的心态 去帮忙他们 做了很多房地产以外的事情 生活上 学校 买东西 还有水电瓦斯的那些 用交朋友的心面对工作 台湾女儿们把自己的成长经验 变成职场优势 在美国人的土地上各自发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io taxi